骆董当年大刀阔斧地为这个老子号进行改革 69岁的叶生老先生就亲自地见证了当时的转变 叶老先生在1969年就加入于人生工作 是公司里其中一位最资深的老员工 我一入工的时候在厨厂街 然后做了一个月左右 服用不够人了 接着管理的人就说你是服用的 你帮服用吧 我就回去 一回去就一美做就做到现在 于药材作伴多年的叶老先生 陪伴于人生一起走过了42年的岁月 在骆董带领大家进行改革的那段日子 他也积极参与其中 他主要就是说 有目标给我们去追逐 就是说 没有那种身体 以前说不求其有工 只求务过的那种身体 改了 改了 没有想当时 骆先生 过过法要去会 叫他们做生意做好一点来 服务很好 总之 是说服务的事 产品就真的很厉害 一个老字号若固步之风 不顺应潮流 隔骨顶心 就会慢慢地被时代所淘汰 于人生在于百年的发展进程中 有一段时期 就因为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而走入了低谷 他的其中一位第四代继承者 拿多于梁桂珍告诉我们 在八十年代末 新一代的传人 奋力改变这个老企业的低迷状态 决心将这个老品牌现代化 引领他摆脱老态 重新出发 我开始跟我的妻子 我后来跟 Richard Yew Clifford Yew 然后跟 Robert Yew 我自己决定 我自己的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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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他们的年纪 他们很关系 他们的年纪 然后 Clifford 我认为 Richard 他变成了 我亲爱的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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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Clifford 他变成了 称职理 所以说群无首不成行 一个企业若缺少优秀的领导群 它便难以大展鸿途 马来西亚愚人生的两个主要领导人 强聚在一起 讨论如何拓展这个老字号的业务 并将它所传承的中医保健智慧 发扬光大 世界变得较小 跟网络、电脑、电脑 所以我们感觉 西方和西方的栋食品 应该是合适 来到20亿世纪 传统中药企业已经迈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新科技所带来的便利之下 于人生这个老字号 得以进行更深入、更透彻的中药研究工作 而这一切的改革 幕后的策划人功不可没 这个功劳也是要讲给Mr.Lock 他真的真的 我真的讲起Mr.Lock 28年和原生 年轻人到现在 他是好像我们原生的一个家庭 所以我们是里面的一个同学 然后还有新的移动 和新的伴侣 和新的新的伴侣 所以跟Richard 所以按下Richard的方法 他在增长 努力 他建立了新的阶段 刚刚改变了 现在是年轻人的伴侣 但当然,很努力 但从那里我们开始增长 所以那时候五间店 慢慢一间我们都有七十一间店 一个沉寂了几十年的老企业 究竟要经历怎样的变革 才能从五家店铺发展成专店遍布全国呢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这其中的历程 在渔人生服务了二十九年的落洞最清楚不过 因为这场扭转老企业命运的变革中 他正是主导人之一 这个是渔人生当时的就是office 专门处理所有渔市的一些货 一些产业和渔人生的一些行建工作都在这边 因为那个时候office很成就 没有装修过 所以七十年了 那个carpet都已经包到 那个已经有这种臭味在里面 有发霉的味道在里面 当我走上去的时候来讲 我好像我自己被骗了走进来一样 好像开始后悔 因为我今天上这班这边工作是不是可以给我长久做下去的工作 一个很大的office 但是只有少少的几个人 大的office来讲只有三个人在里面工作 然后包括我和另外的那个同事 一起新进的同事来讲才五个人 这个回忆是无限 好像被骗走进去里面 然后在里面发现这个行业的那个宝场 很正规的地方 然后接到我们的中药来讲 中医药来讲 本身的一些价值观在里面 我拥有了这个价值观 我想说这个是可以发展的行业 所以对这个行业来讲的 爱也是从这里来 然后开始的恐惧也是从这里来 我在这里开始改革 89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第四代的 疑似家族的这班人上来了 移民上来了 他想说这个行业是不是能够改革 他发现有改革的机会 他接受我们的改革的建议 所以在这个时候来讲 我们就开始从这边开始做起 我们的第一家分店 发展025是从这边找到的店 我们从这里开始去那边开发的 要将一个沉睡了几十年的老企业 改头换面 并让所有的员工心悦诚服地 配合进行改革 谈何容易 骆董为了重振于人生 当年必须面对来自各方的挑战和困难 但在一众员工的支持之下 他终于成功地改变了这个老字号 回首当初的点点滴滴 他还有很深刻的感触 我在找午餐就在这边 这条街上上下下 到那边又很熟悉的 整条喜熊盖是 这条顿HX的喜熊盖是我们 时常活动的地方 看时代的改变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改变 然后我从82年 就是80年代看到现在来讲 这里的改变很大 尤其是我们华人来讲 就好像往这个外面迁出去了 那么剩下来的 我们看到很多外劳在这边 尤其是星期六十一天来讲 你会怀疑自己 是不是站在吉隆坡一个 被称为华人 就叫红圆盖的旁边 竟然是已经设计了华人的味道 这叫做五十灯 这以前叫五十灯的地方 这里要跟石熊盖合起来 这叫做五十灯 它刚好五十阶灯 就是在中间这个树旁边 中间这个还是保值的 然后这条路本来很可爱 它两条路变成一条路 但是接了中间 它就是一个divider 这个divider来讲 就好像一个小花园 这样子的 很可爱 还保值在 骆董带我们的设置队 回到鱼人生死场街的旧址 从走他所熟悉的道路 许多前程往事都涌上了心头 尽管时过境迁 这个百年老子号 在他和新一代继承者的引领之下 必将在这片土地上 扎下更稳 更深的根基 万古长青 一个百年老招牌的背后 蕴藏着的是 数不清的心情耕耘 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在聆听了那么多 本土老字号的故事之后 相信你也和我一样 看到了这些 我们熟悉的老企业 尽管经历时代的变迁 依然不断努力 攀越一个又一个的高峰 一代人接一代人的 向世界展现 它顽强的生命力 他们的创始人 继承者和员工 所留给我们的智慧之言 也必将让我们 毕生受益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